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 今天的这支视频呢 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关于包包的 那根据我自己的买过的一些奢侈品啊 大牌包包这样的经验 我挑出来三支 我觉得平时对我自己来讲呢 使用率最高 同时它的性价比又很不错的三款包包 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我的一些使用的感受啊 还有关于这些包包的一些信息吧 那我觉得对于大部分我们来讲 奢侈品其实不是真的需要花非常非常多的钱 去买一个非常不实用的东西 那我觉得反而对于现在更多人来讲 买奢侈品呢是显然要对自己自身搭配的一个升级吧 也就是说我们不会买一支天价的包包之后 可能只用一次两次 然后就不会去用到它了 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大部分我们来讲是一种浪费吧 我自己个人的观点呢就是买到的这些奢侈品包包 尤其是对包包来讲 它一个是要实用 第二个呢是可能需要好搭配 第三个比较重要的是它需要有一定的性价比 所以呢我是通过这三个方面呢 挑出了三个我真的是使用率非常高 然后我有很喜欢的三支包包 跟大家一起分享 好那如果今天你们对这支视频感兴趣的话 就不要走开了 继续看下去吧 那我们就从第一支包包来开始说起 那第一支我要说到的呢 就是这个Burberry的这一支包包 那它里面呢长这样子的一支 那我在分享它之前呢 我也给自己做了一个小小的笔记吧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笔记 我查了它的中文的官网 名字是叫做迷你双色帆布 拼皮革口袋包 Burberry网站它其实是 它的所有的价格啊 信息其实都是列在它的官网上的 所以呢我就不多说这个了 它现在在网上呢还是有的 我这个应该是去年五月份 六月份左右买的 刚开始我在会戒上看到 这一款包包的时候 我并没有觉得非常的惊艳 但是直到呢我拿到它背在身上的时候 我觉得哇这个真的很好看 当时我拿到它在身上的时候 我瞬间觉得我自己好像变得更加的书女了 就是好像这个气质整个好像安静下来了一些 这一款包包你可以看出来它就是有一点点像一个小书包 偏中性一点的这种公文包的感觉 就跟这个品牌非常相似 就它是英伦范儿的那种 非常的优雅 是有一种中性偏知性的这种优雅在里面的 不是纯女性的那种妩媚的优雅 它是一种感觉是读了很多书 有一些文化上面的气质气息的优雅的这种感觉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衬托气质的一款包包 它的这个质地呢是两种 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看到这种乳白色 奶白色 有一点点偏黄的这种帆布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这个勾边 它的边边的这个奶棕色的部分是牛皮 因为它不是全皮的嘛 所以它可能价格本身也没有那么高 它的正面是这样的然后背面是这样子的一个 干干净净的感觉 它这个包包呢它是没有什么拉链的 它这个主要的口袋就是一个完全这样敞开的 那这个可能对于有一部分的人来讲呢 它是一个不太好的一方面吧 可能不能放太贵重的东西放在这个口袋里面 因为它都是完全敞开的 那可能你如果平时开车啊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还OK 但是如果说平时要坐公交车啊 去公共场合人多的地方待很久 那肯定它是有一点点不方便的地方的 里面呢是有一个这样的拉链的 有小小的这样一个内兜 可以放一些零钱啊 或者是卡呀 或者是可以放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 但是它的这个内阁呢不是特别的大 那它这个里面呢所有的都是牛皮制成的 所以它摸起来是非常光滑的那种 它的这个空间是非常大的 基本上我出门带充电宝啊 手机 钱包 还有钥匙 牙套盒呀 牙刷 牙膏 这样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 一般我们出门需要带的东西 其实都是可以在这个包里面放下的 那它前面呢还有一个这种外翻口袋的 这种吸铁石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那它这个里面呢也是这种纯皮质的 这种口袋你很方便去拿东西 抛开它可能因为没有拉链这个安全性不够的问题 我觉得它的空间是非常的足够的 另外一个我觉得它的优点呢就是它比较好搭配吧 奶黄奶白这种颜色搭配奶奶的咖啡色 实际上是很适合日常一些搭配的 比如说搭配一些纯色的衣服 那一个呢就是它搭配上面比较好搭配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空间非常的足够 再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性价比方面 我觉得对于一个大牌奢侈品级别的包包来讲 它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这一款包包呢也有不同的几种背法 第一个呢就是像这样子可以拎着 就是这样子手提着它 因为它的这个圆孔这里的这个设计呢 也是比较适合手提 刚好是一个手可以拎着它的这样的设计 因为它有配这样的一个肩带它也是可以肩背的 它这个袋子呢也是可以调节的 那我现在调节的这个长度呢应该是它最短的一个长度了 是1米66 67这样子的 那对于我来讲它最短的这个长度有一点点的长 对于我上半身下半身这样比例来讲 我是希望它可以再稍微的短一点的 另外一种背法呢就是这种斜跨式的 那斜跨式呢就是可以解决直接单肩背它 偏长这样的问题 可能更加的有创意一些的同学们可能会有其他的背法 但是目前我平时背的话就是这样的三种背法 我们来说第二款 是我买了之后使用它特别频繁的一只包包 那就是这一只这一只包包它是迪奥的一只 那这个至于它是黑色的防尘袋呢 那就意味着它并不是一款女式的包包 它是一个男式的小包长 这个样子的一只小小的 那它上面呢是这种报纸压纹的这种印花 材质呢是白色立面牛皮 这个立面牛皮呢就是它不是完全光滑的 有点像荔枝的这种纹理的 当时我看到它我一眼就非常的喜欢 那它本身呢就是这种灰灰白白的这样的颜色 从它的材质还有它的印花 就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比较耐磨 而且比较耐脏的一个设计吧 这个包包呢是有这样的两条拉链组成的 那它正面的这个拉链呢是可以直接拉到它最底下的 然后它上面第二层这个拉链呢 实际上只是能拉到这个位置 就是它放包带的这个位置的 外面这个打开呢是这样子的 它这个里面呢是有一些的暗格 就是你可以放一些卡呀还有零钱 还有一些小小的空间可以放一点别的东西 那里面的这个呢就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能装的 它这个可能就是没有办法放充电宝啊打的钱包这样子的 平时我们出门车钥匙啊然后卡包啊手机啊 像我我不是因为带影视镁就是隐形牙套嘛 所以我必须每次出门都会带我的牙套盒 还有牙刷还有一个小小的牙膏这样子 那我带它出门的时候这些都是可以装下的 所以对于我来讲我可以把我正常需要 每次出门要用的东西放进去 那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个空间就是足够大的 那因为它是一个男士的包包嘛 所以说它相对于女生来背的话 它是非常中性的 它是一个比较休闲 然后又有自己一些风格的这种包 这种包包背在女生的身上呢 是一个比较有活力有个性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刚刚的那个Beverie来说是比较相反的一个风格 这个我觉得也没有任何的季节性的限制 春天背也是一个非常清爽的感觉 那冬天呢搭配毛衣啊 这样高龄毛衣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它没有季节性 然后又很好搭配 同时它非常的耐磨 而且对于我来讲它的空间是足够大的 那它呢也是有几种背法 它的这个肩带是可以拆卸的 那如果说拆掉这个肩带的话 其实它可以当做一个手拿包 那第二个背法呢就是它是可以直接把它背在胸前的 这个胸前包这种胸包的背法呢也是一个最近很流行的态势 完全可以这样子去背的 那它另外一个背法呢那就是比较简单的一种肩背的方法 其实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斜胯包这样子的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直接用肩背单肩去背它 这个我感觉也是一个搭配起来感觉比较随性 比较休闲一些的背法 第三款包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一个 相比前两个包款来讲 可能知名度更加的高一些 就是一个LV的这样的一个包包 圆饼包就是这样的 那这一支呢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是手提制的那种硬饼 那这个是一个软饼 就那个硬饼的大小要再大一些 空间再大一些的这样的一个包 因为买了一年它陪了我春夏秋冬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一个没有什么季节限制的一款 背面呢是有一个这种小小的口袋 这个材质呢是它LV非常经典的 叫做monogram这种涂层帆布这样 像它这种勾边包带 还有它后面的这个口袋 它的这个材质呢就是小牛皮 它这个是非常耐磨 而且耐脏 很耐用的一个材质 冬天的时候下雪 它要学化的时候地上不是会湿吗 然后有一次我就记得我把它不小心就掉到地上了 我当时就很慌 因为毕竟地上是湿的嘛 拿起来它的时候 我就发现哎还没有什么脏到的地方 就是一些水 但这些水呢就完全你可以这样子直接擦掉就可以了 用手擦不干净 你可以用那种湿巾啊棉布沾水去把它擦掉 就很容易清理 很容易清洗 就即便它脏了都是很容易清洗的 那说到它这个耐脏的问题啊 它只是这个monogram这种帆布的表面比较耐脏 实际上它像它这种牛皮的像这个部分 其实它并不是非常的奶脏 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其实拿进了看 它是有一点点的脏的在这个旁边 那这个地方呢可能就是之前穿裤子啊 还有一些可能颜色稍微深一点的毛衣或者外套 它可能有一点点掉色的情况呢 它就会直接transform到这个包包的底面上面 那我之前呢也有去LV他们的店里面问 我就说这种有没有办法去清洗啊什么的 那个店员跟我讲 它的意思是这个是他们LV整个很多包包的一个特点 它是希望你可以使用出一些岁月的痕迹 使用过的痕迹 使用过了之后 它变得成就了之后 它就有一点自然的做就的感觉 那我自己呢是并没有觉得这个理由非常的说服我吧 那是因为他们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或者是这样处理起来比较麻烦 所以呢他就跟我这样说 然后安慰我吧 另外一个呢关于它的搭配我觉得也是非常好搭的 不管是搭这种大衣啊 还是像夏天就要清爽一些的搭配 都可以直接去背它 那它的这个肩带呢也是可以调节的 小孔就是用来调节它的长度的 所以呢它的背法呢大概呢就是这三种 一个是把它的肩带缩短一点 然后手拎 那我觉得可能比较方便的背法还是肩背或者斜胯 那肩背和斜胯的长度呢你也是可以调的 那我这个比较大的logo的呢就是看着不好看 但是其实背在身上是非常亮眼的 觉得它真的是上身背 和你直接这样去看它还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呢我觉得其实选包包的时候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店里面去看的话 我觉得还是需要店里去试一下的 虽然说现在很多的奢侈品的官网 它是支持线上商店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多的包呢可能看着非常好看 但是背上呢可能没有你想的那么好 或者是它看着一点都不起眼 但它却是一个你背上非常适合自己的包 我是觉得呢因为我自己刚开始去接触这种奢侈品 大排包包的时候我也买过大家都很喜欢的那种包款 但是其实背到最后背出自己独特气质的一些会比较好 那我觉得可能现在对于我的消费观来讲 我觉得我喜欢一个更加独特一些 更加适合自己风格的就是我可以说出我喜欢这个包的理由 一二三四而不是我喜欢这个理由是因为别人也很喜欢 它是一个很火的包款这样的 可能慢慢开始我们在消费观上啊会变得更加的个性化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今天选出这三只包包的一个理由吧 基本上我想说的呢就是这一些 那感谢大家来看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次视频再见吧 拜拜